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昨天我们看见了这个各大网上都有了 他的家属把这个材料递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据说态度非常好 表示我们一定认真受理 但是到底立不立案还不知道 可是这份在律师团队的帮助下 有了一些搜证的这份材料啊 改变了我上个星期的这个印象 要不说其实像我们主持人呢 都是向着政府的心理 你比如说哎 就不能冤枉群众也不能冤枉这个公安呢 所以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枪枪里反复就说 好像从这个发出来的一些资料上看 得出一个判断 就是说这雷洋啊 嫖娼是肯定打了飞机了 虽然说是带套打了飞机 也是打了飞机了 只不过是警察执法手段的问题 但是假如按照这份家属拿出来的材料 哎 你您看了吗 就两个监控摄像头啊 据说有证据啊 那第一次他出现在这个点 第二次他出现在这个点 中间只有12分钟 那么12分钟要完成进屋脱衣服 谈价钱 戴套打飞机 射精 这家伙没这么快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事情 哎呦 我觉得就有点 这就有点不寻常啊 假如是公安执法 假如是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最后得以确证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件不亚于当年孙志刚了就 当然我们现在必须说啊 这个尸检的正式结果 还得等待 我们不能把家属单方面的材料 当成认定的事实 但是周老师你可以放炮了 这件事从大的来讲 就是全面的从严治党 全面的治警 是啊 那党的一部分 那警是党的一部分啊 对吧 那毫无疑问吧 所以说四个全面嘛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的依法治国 至少涉及到这俩全面了 所以依法治国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得举证 治证 认证 你得一审二审 你逮着他 他是一犯罪嫌疑人 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嫌犯 你一定要注意 他有人的一切权利 什么权利 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不能自证其罪的权利 拼请律师权利 你现在你说 他去嫖娼了 嫖娼 那个 那个 他只违反治安条例 他并不 并不是罪 你给我注意 他怎么 他怎么就死了呢 你得想想 所以他 人家就问他 怎么死的 他嫖娞了 他什么戴套的 他所答非所问 所以说 有一个哲人说的好 真相不需要时间 作假 编谎言 需要时间 你这么长时间 你还没出来 就是谎言 我敢说 如果真正的 要是他 比如说他突然间 没气了 可以 猝死 这都有可能 猝死 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 那你都不通人家属 再说 你的手机怎么就改了 你造假 你造假 你造不了假 为什么 你造假 你得有智力 那对方呢 那律师也不傻 那律师 你得想想 所以说我们一再 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作为证 相当你编一个谎言 不怕 那么对方给你 给你戳出来 给你指出来了 你怎么办 一般人是编俩谎言 掩盖刚才那个 被戳三那个谎言 又被戳三 编四个 编四个 又被戳三 编八个 你班人到编八个谎言的时候 自个儿编糊涂了 比如说 我就问你 比如我就写 简单就是说 我是你哪毕业的 你小学同学 大学同学等 如果是真的 没问题 你编了 再说一遍 你就说糊涂 你信不信 你不信 咱们马上就可以试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件事 毫无疑问就是假的 他们造假 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一再说 毫无疑问 真相是不需要时间的 等待 编谎话需要时间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这个判断 也不见得对 但你别怕 如果要是马力 周老师 您这判断 从来没代表过 凤凰卫世的理想 我代理干嘛 我代表人类的文明成果 我跟你讲 咱们得平衡一下 李静 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和周老师 今天坐在这儿 这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个 非客观的一个 因为我们俩都是 打着一个人大的 一个色彩 而这个雷扬也是人大 因为我是人大毕业 所以 人大教授 我人大教授 我说你这么冲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先谈到我个人感受 我发现在朋友圈里 在同学圈里 你很微妙 因为比如说 我肯定要转这个吧 有些在公检法的人 他就 他呢 就不干了 就说 你们就是戴有色眼镜 你就搞有罪推定 你一说公检法 你们就认为有问题 然后就说 我们基层民警怎么辛苦 然后他怎么 就是他们有他的逻辑 然后呢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说 比如说 我们就确认了 是说 谁在做伪证 谁在造假 但是我的观点 就是说 既然是这么一个 人命关天的一个事情 是吧 就已经一个 很年轻的一个生命 既然 这么关注 然后呢 呃 这个引起了社会 这么多的 不同的一个意见 那你就要公开 把所有的证据都公开出来 不要隐瞒 开放一个渠道 让大家都有一个和平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客观交流的一个渠道 都要说根据事实说话 那你就不要隐瞒事实 但是现在就等于是社会已经关注到这种程度了 然后我们还有还拿不到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 还有疑点重重 对 我看这次摆出来的这个架势啊 好像是就说是比较准备正大光明 有五位也捂不住了 你看就是尸检的时候 这就是家属委托鉴定 然后还有这个北京市这个检察院的法医 甚至还有几个家属在现场 对 目击 就是几方面的人看着 所以家属 家属后来 然后法医也表态了 一定要经得住考验 法医也表态 然后就说这家属看 看了这个尸表 家属往外边说 对 说发现一个特征 就除了讹脚有这个伤痕之外啊 说是这个高丸 肿大 极其肿大 就说 甚至有人揣测这个死因 但是咱们不要随便揣测了 但是就是说 这次这事情 包括你看这个律师团队 就有原来当过刑侦的 有原来当过检察官的 在一块就是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 说这个律师团队啊 按照严格的程序啊 现在也不是异于太多的 跟外界放话 是吧 对 因为你会 其实是会影响舆论的 影响舆论就会来 来影响对案情的一些判断 但是我是觉得这里面呢 就是说 有很多不得已的成分 包括有一些 就是你看很微妙 比如说我转些东西呢 有些人就会说 你们 呃 他已经毕业了 他其实已经不是 人大硕士的身份 但为什么这件事情被关注 就是因为他冠以这个 人大硕士的这么一个称号 大家就开始点 然后就开始关心他 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策略 如果没有这 当然了我们说生命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一个农民工 你还是一个大学生 但实际上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背景不一样 所以你得到的关注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律师呢 其实他对抗的也是一个 因为你的知情权 在很多方面 你资源都是不配等的 我觉得这个律师可能也是 有意无意的往外放出一些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共同的目的 都是要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我很同意 我现在 我在这里面 我也也很佩服我的这些 比我年长几级的校友们 我看他们不断的在发公开信 他们连名都是八几级的打头了 我也很惭愧 我们后面几句都组织不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我觉得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在这里我们不是校友 我们是公民 就是我们以校友的身份推动这个事情 但是获益的是所有的公民 不是说获益的是我们人大校友 当然了 因为这个事情很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你去接一个人 你就不见了 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了 对吗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而且就说 如果真按照他们家属所申诉 所投诉的 那就说 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警察呀 甚至让周围的群众说 你们报警报警 他们不是警察 我就吓死了 当然 哎 这要不说啊 这个极少数害群之马呢 你也确实是谁都有可能碰着啊 你俩兰昭 现在你知道打屁股 屁股打开花了吗 兰 兰昭修俩大学生 说因为拿这个手机啊 拍这个警察涉嫌暴力施法 结果被警察拿这个警棍打的 说是怎么什么 喊一下打五棍呢 最后打的那个图片在网上 我们都不敢放出来 要不说哎 有些爱玩这个sm的网友真够损的说看的都兴奋了 就是但是要我说周老师就说这大学生 这觉悟能达到我的程度了 你知道 看那今天采访 这大学生 这大学生还深情的回忆起来 就当年呢 也有好的警察 他丢了个什么东西啊 好的警察帮他找回来 并且表示呢 虽然被打成这样 但是还是相信警察 大多数是好的 以后有事 还找警察 多好的人民呢 我这个道理啊 不是什么证据 我这道理就是老百姓的一个 几千年的一个老话 叫被人不好事 好事不被人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急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几千年了 这都知道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 我一旦说嘛 你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一旦说 真相 他不需要时间 你要真说他死了 你赶快打电话 告诉他们家 说他死了 你就来了 隔了大概有一多头吧 你能让我去广告吗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来这个顺口溜 我现在也学了顺口溜 就是把最近的几个新闻 人就能编得出来 就刚才就咱都说到的 一个是叫什么 洞房花竹什么什么了 反正二一个是套着打飞机 确身亡 然后久病百度 逢莆田 金榜指标落他乡 人生死大悲 对对对 咱们现在要说说 金榜指标落他乡了 这个咱们这个研究教育学的 周老师 你应该有话说了 我问你 您是人大教授 人大的钱 是中央财政全部拨款吗 肯定不能全部 因为我们人大也有创售 创售呢 那当然了 有一部分也是用于办学了 比如我们办班 比如我们人大有好多班 就是一些全国各地的干部 到这来学 他们要交学费的 他们要学费的呢 我们去给他们办班的讲课 给我们点讲课费 那同时呢 学校也得提成 这就等于给学校创售了 我为什么关心钱呢 因为最近呢 就是江苏湖北这个考生家长啊 都到这个教育厅门前示威去了 不是吗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这个高考金榜指标 落他乡吗 但是我看了很多分析 其中有一个分析 跟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现在都成了一种 投入与产出的算计了吗 就是说 这事关键的原因是钱 为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北大清华 是全中央财政拨款 然后呢 像一般这个比如说 这个地方的 叫什么985的这个高校呢 部署元校吧 对啊 就部署的这种吧 就大体上 现在形成 大体上呢 就是上面拨一半 但是地方政府 给你能出一半 甚至还多 而且你在人家这个地方办学 你用人家很多资源 要多招当地的 你要多招当地的这个学生 是不是这么个理啊 现在当然是双轨制了 什么叫双轨制 就是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 虽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了 决定性的因素 18届三届全会已经拍板了 原来我们叫基础性的作用 现在是决定的作用 但它毕竟在转轨阶段呀 你比如说我们人大的 一些工商管理硕士等等 他就有所谓的买名额 你到我这来 我就跟你向钱 前一日子我们人民大学 招生的处长出事了 那不就是这事吗 什么事 他招生的处长啊 他说我们人大 招生的处长 他进去了 在今晚被双规了 是是是 哎呀 已经起诉了好像 是起诉了 还判没判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至少 他用劳僻的话 就是进去了 就出事了 而且还挺离奇 他是拿一个假护照出镜 被拦住了 对 他出什么事了 他不就是卖的文明吗 对对 你到我这来给我钱 那我就给你一个 人民大学的一个什么文明 不就是这事 那不就是创收吗 他那钱 他自己 可能估计贪污了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呢 那肯定教学校啊 这好疑问 他不能吃毒食啊 说人家 人收人的一百万 他自己就全贪污了 我不相信 我以为我请来了 一个高考专家 那半天是请来了 一个纪检专家 您点凌 这我们人民大学的事 不离反腐 不是 咱们先看看啊 就说是最近的 这个一些一些事情 这些家长们 主要还是为了孩子 上大学着急 我们可以看看 你还别说 我那天看见 就现在医疗高考 就是科举嘛 说是这个 前龙爷那个时候 怎么防止这个高考移民呢 跨省高考啊 就有一次有一个人 有一个官员 这一个六品的上朝奏事 然后前龙一听 就听出来 就说你是绍兴口音的 但是你怎么是在顺天府考的 是吧 马上就说当年的审音御史 你们是干什么的 就说当年为了考核这个 就防止这种跨省啊 就是有审音御史 就是说这个考生 那个时候就有 说跑到 口音是吧 绍兴的 你跑到河北这边来 考来了 审音御史就听你的口音 南方口音 那就说明 你不是本地的考生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地域差异 是一直存在的 对 因为你看自古以来 这说明北方人考试不行 所以得把名额调剂给北方 所以就冒充北方人 是这么个人 你看的是前龙爷 我看那篇文章也很好玩 他就说 当年是在明代的时候 说有一次科举考试 结果重的进士 全部是南方人 结果北方人就不干了 北方人认为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你这是打压我北方人 所以当年的就是上诉 然后这个朱元璋 是把这个主考 这个主管的这个官员 发配充军了 然后很多大臣 已经被负责的 具体的一个官员 还被斩首 说明这个问题 我就说这种南北的地域差异 看来是自古以来 就是存在的 而且我现在从这个语文的角度啊 我对这个咱们这个教育口的发的这个文件呢 我有点这个意见 就是为什么那么不简明呢 我看了半天呢 按说我的文化程度也比小学高一点 就是我怎么看不懂呢 就是你不是很复杂 比如说江苏的这个湖北的这个考生 大概就是说支援这个中西部吧 说把我们的一些招生指标 说把我们的一些招生指标 湖北拨了4万出去 江苏拨了3.8万 家长们不干了 就这意味着我的孩子机会少了吗 可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 他的这个招考录取率啊 算下来 即便拨出去啊 仍然高于去年 就是不管是江苏 还是湖北 这您能捣得清楚吗 这个实际上啊 就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 制度性的安排 本质就是这个 你不是说我们都想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都想接受优良的高等教育 对吧 这是无可非议的事 但是优秀的 或者说优良的高等教育的名是有限的 我给举个例子 最极端的例子 四年搞一次奥运会 奥运会有两个马拉松冠军 一个男一女 稀缺不稀缺 当然稀缺 你说我想当冠军 你得最起码 你得跑42公里195米 我一再给他们举例子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 你非让我跑这个40公里 我立马我就累死 心脏破裂 您那意思年老了 您倒行了 不是年老更不成 我的意思就是说 谁让你想当马拉松冠军呢 你想当马拉松冠军 那就是非常稀释的资源 稀释资源 他的竞争就非常残酷 你就可能死 怎么了 他说不患寡患不公正 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些闹事的这些 不能说闹事 所以你反映这问题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他们那省 可能是民格呢 就是说比较高 比较多 他们的孩子 在本省考大学的 可能性就比较大 本身它就是不公平 你可注意 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 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法 那叫反分裂法 你们那个省 它凭什么就多呀 那农村为什么就少啊 对不对 实际上呢 应该是全国统一高考 我们国家前一年 就是全国统一高考 你是支持全国统一高考 当然了 你是一国家 你是一个 你支持全国统一高考 那考上的都是南方人呢 考上都是南方人 那你得看为什么 为什么是考上南方人 你得想这 你得想这 那新疆西藏呢 西藏西藏 为什么他们就少 你能 那个 就相当于说 你们新疆人 西藏人要跑马拉松 你们跑41公里 我南方就得跑42公里 有这道理吗 不换管换不公正 是这个道理 是吧 至于说你为什么 你们的基础比较差 那咱们就慢慢来呀 你注意啊 对不对 因为你想 人才可以流动 市场经营的精髓 就是生产要素 就可以流动 要素的有一个就是人才 它就可以流动 那我问你 你对这个北京 天津 是吧 他这个 这儿的招的最多 但是他一个名额 都不都都不让出去 这就是特权呢 特权用 说白了就是欺负人呢 你比如你在北京 你考北大清华的可能性 就增加了 你比那外省 能多出好几十倍去 这就是不公正啊 对呀 俗称就是欺负人呢 对呀 周老师 如果按照您的这个 现在大家反应的 比较强烈的 也是就是说 北京和上海招生率太高 是吧 你占有的优质资源高 如果按照您那个方式 全国统一一张卷 那北京和上海 那大部分都考不上了 估计北京上海家长 也得去为政府去了 不是 那你考不上了 你就找原因呢 你不能用一个特权 来解决这问题啊 问题就在这儿呢 所以我们一再讲 我们中学学老话 不换寡 换不平 不太科学 不太到位 我这么给你举一例子 我看了他们一些个分析啊 就说原因全是钱啊 就假如说我的母校啊 你比如武汉大学 可能呢 你在湖北这一方 你办学 你要不要用到 人家本省的资源 甚至人家地方上 给你拨款 这可能占到比一半还多 那么你招生的时候 你不以湖北学生为主 什么一张考卷 那假如招的都是外边来的 本地的反而占少了呢 那这公平吧 这个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拥有论 为什么 因为你以什么为单位 你要以国家为单位 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国 是吧 你这一个国家 有一个反分裂法 那你说我一省 那么这省里的还有 还有地区 还有县 还有县 一个县 还有村 它村的跟村的也不一样 你可注意 你不能说我把你国家 我分成省 这省能独立吗 我就把你省能独立吗 这个道理在这儿呢 我以为我请了个高考专家 那本年请来一个反分裂法专家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人大著名校友 反对人大教授的意见 当然不是 不是针对周老师 他这个最近我也看了 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争议 然后也是传的比较 比较广的一篇文章 就是他有一两个观点 周老师说的叫程序争议 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哪 你是谁 你是男女老少 你是不是男女老少 当然是一个年龄了 你不管是哪一个地域 你不管是什么民族 这个程序是一样的 大家都一刀切 就你过了分数 就是这样 另一种它叫补偿性正义 就是说你必须得正视这个现状 就是我们这个差异性太大了 而且这个差异呢 是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你这个西北的很多人 他户口在西北 是当年你支援三线建设 你给我发过去了 你不能让我 因为我孩子就在那个条件下 好你又让我来 去跟这个北京的这些人比 那我当然比不过了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那我们在这个历史现实的基础上 我们做一下什么样的补偿 才能完成这种的社会公正 其实我觉得 咱们现在追求的是这种 叫补偿性 其实美国也一样 大家不也在说吗 那美国 他不是说这种区域性差异 他是 他是叫 种族上的差异 你比如黑人 他受教育程度就是低 然后他录取率也低 所以他美国他不是讲到了吗 就约翰逊总统的时候 60年代 他就通过了一个法案 他英文叫affirmative 好像叫什么action 就是叫平权运动 就是一定要保障 用一个法律的形式 不叫法律的形式 反正就保障黑人 一定要招收到百分之几 那当然了 他说那个 不断的在这么多年里头 不断的有个人上诉 就我是一个白人 我为什么比他考多了 多了两百分 我就考不过他 就因为我是白人 难道我是白人 就有罪吗 我比他高那么多 但是呢 这也是考虑到 比如说美国 他是因为这样 比如说黑人和妇女 因为历史原因 妇女也上不了学 所以他必须通过 一个国家的一个形式 正式强入的一个形式 来保证实现 就不同种族之间的 一个公平 在中国 他不是一个 比如说妇女和男性 那哪一种公平 不是 刚才说这种情况 有中文有句话叫 有病乱投医 比如说他支援了边疆 边疆的水分比较低 你就 因为你已经解放快67年了 那你为什么 你不多办几个大学 比如到新疆 说到新疆 那个大学比较艰苦 多给钱呢 新疆的大学的 比如学校的老师 比较艰苦 多给他涨工资啊 你明白 你不能说 他原来不成 他老不成 建国67年还不成 你不反思吗 完了你就告诉我 我得在考大学的时候 我得照顾照顾他 那就不对了 你可注意 周老师 你要说到这儿啊 我可以给你放一段视频 网上现在都爱搞自媒体 有个小伙 我觉得看上去说话 无论是观点还是语气 都有点像是周老师的徒孙 你可以看一看 他是模仿 宫廷剧里边的皇上 然后也是对高考科举痛心疾首 然后如何平衡 他提出的方策 跟你刚才说的简直如出一辙 我们来看一下 西部之崛起 在于西部教育之薄弱 与其损苏干之学位 不如补西部之学历 何不以倾国之力 创大西部之高校 建设西部一流大学 提高西部教师微薄薄薪资 而吸引优秀教师任教 奖励及住房汽车名誉 国家部委和央企 优先聘用西部大学毕业生 卓越研究者及讲师 高科研代学生不考核 降低 甚至取消西部学子教育经费 西部之崛起何仇 绝对之公平 何人又有意义 这是您带着研究生是吧 不是他说的不太对 你不能用特权来解决这种 不平等不平均的这问题 是这个意思 你得用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的意思呢 就是市场精的精髓 市场精的精髓就是公开 公平公正 它就得而在配着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不达之社会 市场精力 您说这个就叫个急脾气 中国的很多事啊 就叫来不及 你比如现在啊 全国统一试卷 那西部的提高教育水平 它需要一个过程啊 那就是造成在一些年之内 这可能西部或者偏远地区的 一个考生都考不上啊 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啊 那对这点我是同意 就是我是觉得基本道理 周老师说对的 就是说你还是要 把资源配置到西部 就是这种比如说 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我觉得长远来讲 是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他收效 毕竟叫什么百年数人 这个收效太慢 比如我举例的比如说男女平等 是我个基本国策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一步到位 说比如说人民代表 大约呢20%是妇女 对 这是一个底线 但是呢你不能说 马上咱们就一半男一半女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老机会 人家关键在这了 你以为那女的为什么 她就比如说从政的少啊 那是缺乏机会 这又像是请来个妇联的 这个老师 我老师这社会学 所以无所不合